大家好,欢迎收看爱生电子 这个空调板是这个模块坏了 它现在输出是同样是三项不平衡 并且电机能转,但是是像振动泵一样振动 它的型号是STK621003N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各引脚功能 它的引脚要从这边数 它的第一引脚是W向的上管的三级 内接自举生涯二级管,外接自举生涯电容 它的二角是W向输出 它的四角,三角是空角 四角是接自举生涯电容 内部与我们W向是一样的 它的五角是V向输出 它的七角是内部W向的上管驱动 也就是内部自举生涯二级管输入 外部接自举生涯电容 它的八角是U向输出 它的九角是空角 十角是P正 也就是接300伏的 它的十一角同样是空角 十二角是P副,就是接这个大电容的副级的 十三角,十四角,十五角 是我们这六路信号输出上管输入驱动的信号 输入引脚 十六十七十八是六路信号输入下管驱动的引脚 这个信号是直接从MCU接到我们这几个关脚上的 所以它没有电阻中间 这样也简化了电路 十九角是故障输出引脚 就是这个FULT 通过这个电阻 然后通过这两个电阻线流以后 加到MCU 内部包括过热故障 还有内部还有一个肠管 当肠管导通的时候 也就是模块抱故障给MCU 二十角是模块内部电流检测输出引脚 通过这个电阻和这个电阻输出到我们这个运放 然后通过运放放大以后 加到我们这个MCU 二十一角是供电引脚 十共15V 二十二角是接地的 就是这个VSS是接地 这个ISD和这个ISD是相通的 都是电流输出引脚 我们看这个就是它的外部电路图 这个是它的内部方框图 它的一角外接自举生压电容 二角是U向输出 四角是外接自举生压电容 五角是V向输出 七角是外接自举生压电容 八角是W向输出 外接空调压缩机 十角是P正输入 十二角是P负输入 这有一个0.1微法的小电容 这有一个我们的300伏滤波电容 前边应该有整流桥 这是正级这是负级 整流桥呢在前边 十三十四十五是上管驱动 十六十七十八是下管驱动 这个信号呢是来自于这个MCU 六路驱动信号 十九角是故障引脚 内部的温度保护 以及各种故障呢通过十九角 给MCU爆故障 二十角是电流输出取样 通过外部的运放来放大以后 给MCU提供电流的大小信号 二十一角是供电 二十二角是接地 这端是它的内部方框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